第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主演 孙宏雷 黄志忠 柯兰 张恒 张志杰 郭广平 孙淳 吕中 郑宇 杨雪 黄品源本剧所呈现的历史时段 恰好是国共两党两度合作又两度分裂 并最终以战争方式决出雌雄党二十多年 对高中历史课稍有印象的人应该还记得 以前的课本上都是这么描述国共两党的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 代表中国的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及买饭资产阶级 实际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而中共则代表革命的四大阶级 即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前者是反动的 是革命的对象 后者是进步的 是完成革命的力量 国共两党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上述两种阶级力量的斗争 是受剥削 压迫的下层群众 与剥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种斗争最终必然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部11公里主演 陈旺林 丁嘉兰 冯燕 王伯昭该剧讲述的 是1937年11月松户抗战的最后阶段 为了防止上海沦陷 七千湘西子弟在师长顾佳琪的率领下 在加战境内已落后的装备和血肉之躯 与日军殊死血战的故事11公里讲述的是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陆军128师一段真实的故事 这支国民党的128师是由湖南省凤凰县的农民 土匪 少数民族等组建起的一支打牌军 原编称34师 共有七千与凤凰民众 第三部决战南京主演 郭广平 陈宝国 潘红 韩雪 高明 傅淼 决战南京 是图在县南京与国共的命运选择 四年之内经历了三次其洛西生 虽然一方面重现了解放战争 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政策重于表现身处历史变革中的人们 但是在人物形象上 过于追求正面人物的高大权 反而错失了人物对决间的精彩 而且该据追求的格局太大 准备表达历史的选择 但还是选择的历史 悬念并不突出 对于彼此双方的信仰体现不够 第四部《铁血温冷观主演》 刘领涛正与王玉章神中储家设周一华郑晓宁书要宣马绍信 设施中国军队 计台而装之后的又一次与日本精锐部队的铁血对抗 当时杜玉明领导的第五军与日本的第五师团都是精锐 杜玉明的第五军是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 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 里面的郑洞国 邱清全以后都是蒋介石的嫡系 所以不能说国民党都是范桶 国军也是有功的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只是后来国民党在制度方面太独裁 所以必定被推翻 第五部《我的团长我的团主演》 转一红张义张国强 邢家栋李陈曹海涛 刘敬威高峰罗精明 王王王大致犯 雷王迅王东栋 刘天佐 谢梦伟 佐藤云赵志 君王大起原非将其汉李红两度 剑桥一步 接受我们国民性的著作 死都不怕军让安逸 非得等到刀架在脖子上才知道崛起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不是一部抗战片 更像一部唤醒人心灵的剧作 演员的演技让人瞠目 蓝小龙的比例确实惊人 夸张的笔触却真实到位 而不留于表面 汤红雷的镜头语言也独具美丽 一开篇就是各地口音的大杂烩 风趣 生动 真实 随后就是迷动完霸道 快速剪辑的镜头让人感觉此剧不俗 战争场面拍得很牛 镜头上动静结合恰到好处 第六部火线主演 与着丁志成 马静 牛宝俊 方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